虽然苏玛已经在本世代期间带着Zen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杀了过来 但英特尔方面同样也是不甘示弱 不仅准备了第11代控制桌面机处理器 而且还有望采用全新的工艺架构 让其在性能功能以及频率上出现一次历史性的辉跃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提升呢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看看详细的情况吧 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英特尔第11代控制处理器的代号 已经正式确定为Rocket Lake 制造工艺可能仍是14纳米加加 但也不排除会采用由台积电代工的10纳米工艺 具体情况就只能等英特尔自己确定了 另外虽然英特尔将核心数从10代的10核退回到了8核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CPU主频而做出的改变 然而根据VideoCats称 Rocket Lake将会是英特尔的Scar Lake 6代酷睿以来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架构变革 翻译过来就是不再会挤牙膏了 而以此带来的就是性能方面的巨大提升 最新目前能够确认的是Rocket Lake每颗核心的一级缓存容量 将从32KB增大到48KB 而二级缓存容量也将从256KB翻倍至512KB 同时AVX512指令级的性能也会达到提升 另外在频率方面 由于Rocket Lake从10核心退回到了8核心 所以可以轻松跑出超过5GHz的水平 虽然不知按照超频所达到 还是默认状态下的基础频率 但如果以时代酷率作为参考的话 相信全核默频5GHz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据推特用户MiBOW称 11代酷率的单核酷率性能将会无敌 目前在ES2版的工程样品中 i9已经可以冲到5.3GHz了 而i7也能跑出5.0到5.2GHz左右 由于目前Comet Lake 10代酷率i9 就已经可以单核酷率5.3GHz 所以有道理相信 11代酷率会轻松超过5.5GHz 但与之带来的就是功耗发热量的增加 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除此之外目前Rocket Lake的封装接口应该会延续LGA1200 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500系列主板 包括Z590、H570、B560、H510等都是采用的此接口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兼入现有的Z490 毕竟大部分厂商都改进了VRM供电 并针对Rocket Lake的超频也提前做好了准备 至于大家所关心的PCR14.0 现在500系列的主板已经支持了 而Z490是否支持目前还不好说 总的来看 要不是因为苏妈的锐容5000系列过于给力 想明英特尔也不会提前泄露11代酷率的部分消息 毕竟这不符合英特尔的作风嘛 但结合现在的消息来看 英特尔似乎不再想挤牙膏了 将会拿出实打实的性能来 与AMD一同竞争市场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还真要感谢AMD 让我们用上了更好的英特尔 AMD YES 所以大家会期待11代酷率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哦 若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最多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